張曉明主任的信息最主要是說 香港現在到一個危急的時候 這時第一 目前最重要的任務 是止暴制亂 恢復社會秩序 第二個信息我收到的是說 有些人很心急 為什麼中央不出手呢 這個是因為中央政府對特區政府 和警隊處理現在這個危機 是有充分的信心的 但是不等於說中央不會出手 當然在《基本法書》有足夠的規定 說如果特區政府遇到動亂的時候 解放軍可以應特區政府的要求 平息動亂 和也是全國性法律可以在香港實施 就算解放軍出來 這個是按照《基本法》 按照《一國兩制》的制度之下 的行動來的 所以不會抵觸《一國兩制》 亦都《一國兩制》會繼續的 如果你要破壞《一國兩制》的時候 中央一定會管 但是這個不是時候 然後中央政府認為仍然是對特區政府 和香港的警隊是有足夠的信心